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早上就看到一个跟我一样就是很喜欢某些明星的朋友呢 他就分享了一个消息就是麦克法斯兵达即将跟就是那个黑寡妇的女演员 他叫什么名字 石家丽乔安森吗 对对对石家丽乔安森对 他们两个即将呢会出演爱情喜剧 然后我朋友他发现动的时候他写说天哪活了这么久 以为只会在平行时空发生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 我真的没想过这个组合耶 我真的超激动 因为大家如果是喜欢麦克法斯兵达人 就知道他接的不管是开心或是不开心的片 他都是演一些内心很多伤痛 阴郁男 对对对 然后反正就是很多愤怒 反正就是不快乐的人 所以我就一直很希望可以看到他演一些就是纯粹无脑快乐浪漫的喜剧 但是他的角色会不会还是阴郁男 对因为他还没有告诉我们故事是什么 只是他们先发布了那个选角的消息这样 对但我就突然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 真的耶 好开心喔 有的时候就是你只是还没有活到那个岁数而已 岁数 对不起大家 你还没有活到那个岁数 好那你上个礼拜有没有经历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我上礼拜是有去看一个演唱会 然后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他应该算独立乐团吗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一个美国人 美国人很好笑 反正就有个人他叫 Cameron Liu 然后他自己做了一个音乐的一个企划 然后叫 Ginger Root 就是中文叫江根 然后他很好笑就是他其实是华裔 可是他非常喜欢日本的文化 然后也很喜欢CT-pop 所以他就一直有在做音乐 后来他的音乐风格也比较偏向CT-pop 然后就是组成一个乐团 Ginder Root 里面就是主唱 然后鼓手跟吉他贝斯手这样子 然后这个企划很特别就是 他在去年就出了一个专辑 然后那个专辑里面的设定就是 其实有一个日本女歌手叫 Kimiko 然后 Kimiko 要再去美国巡演的第一天的时候 他就自己跑掉 他就觉得我不要再当歌手 他就自己跑掉 然后就让 Kimiko 的经纪人非常的慌张 想说怎么办 他就到现场 就是已经在节目录制现场了 然后他就抓了 Cameron 因为 Cameron 就是帮 Kimiko 写歌的人 然后就跟他说 Kimiko 跑掉了 你现在马上就要上去表演 所以他就上去表演 Kimiko 的歌 他帮自己写了一个段子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那首歌就是我之前在 会员那集里面推荐过的 有首歌叫 Loneliness 对然后接着这个音乐企划就这样展开 他就开始以就是他的人设 就是他只是代替 Kimiko 去台上表演就竟然意外成为超火爆明星的音乐团体 叫 Ginger Root 我超喜欢因为这个很像是漫画会友的那个情节 对所以他的现场表演 我之前就有在 YouTube 上面看过别人 就是录整场的影片 然后整个表演会很像沉浸式体验 因为他就是在台上演他这个人设 然后中间会穿插就是像 因为他是这是在巡回 所以他没有办法带他完整的表演过来 可是在美国当地的表演是 他会在开始之前 他会播那个 Loneliness 那一首 MV 前面的镜头 就是 Kimiko 跑掉 然后经纪人很慌张 要找人上台表演 然后经纪人就会从后台直接冲到台上 就是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找不到 Kimiko 我只能就是请你再帮忙表演什么 就是他会演一个非常完整的情境剧 在台上发生 然后同时就是表演他的音乐 然后因为他自己很特别是 他是念那个电影制作出来的 所以他也很会拍影片 然后我一开始是先 被他这个音乐企划的idea 就是迷住 我觉得这个人太有趣 后来会更喜欢他的原因 除了他的音乐之外 是他的MV都拍得超级好 就是很有电影美感 但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很喜欢City Pop 所以他的风格又都是比较 比较片1980年代的日本人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会有很多老式的电视机啊 然后或者是卡带录音机之类的那种画面 然后他会为了他的音乐做很多其他衍生性的影视作品 所以像是他就因为活在他这个宇宙里面的话 就是他是生活在有一条叫做十番街 叫Jubon Street上面 所以他的一些衍生作品像是 比如说电视新闻播报画面就会是Jubon台 然后会有那个新闻主播 然后还有记者会就是访问啊什么什么的 或者是他还会为了他的专场都会再录大概一分钟以内的小短片 只是为了就是宣传他的专场 但他的内容不是只是什么 哦我要开专场这种 而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是 比如说他今天要去克罗拉多州开演唱会好了 然后他就会把自己变成克罗拉多州的一个很普通的居民 然后他可能在自己的工具小屋里面就是做手工 然后接着摄影机就在采访他说 诶你最近有想要去什么样的 就是有趣的活动吗还是什么的 然后他就说 哦我最近听到有一个很有趣的团体要来表演 叫Ginger Root 我是没有听过他们的音乐 可是听说他们表演还不错 那我自己平常的兴趣就是在这边 做一些钓鱼线啊什么的 不过既然他们都来了 我应该可能有空我就会去一下吧 然后接着这影片就结束 然后他就跟大家说 哦他要来克罗拉多州开演唱会 然后几点几分在哪里这样子 好可爱哦 对所以我就觉得 我就完全被他迷住 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太有才华了 然后也是就是真的让我 完全被他hook住的东西 就是他拍的那些影音小短片 都会让我觉得又有重点 然后又是出乎 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剧情 然后又有他的那个可爱人设在里面 然后会让你去相信说 他的这个整体的音乐计划是 完完全全真实存在的一个角色这样子 我突然觉得就是如果可以成为他 就你知道不是很多剧都会演说什么 就是突然跑到谁的灵魂里面吗 我觉得他会是大家很想要进入的灵魂耶 我觉得是耶 因为我真的好想要跟他聊天 我发现我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对啊 而且我突然想问 你那天去看专场的时候 你是几点去排队 我好像六点半吧 他八点开始 哦因为我那天刚好看完悲情城市 然后 哎我有看到 那边在剥悲情城市啊 对对对 你是去华山看吗 对对对 哦那我们是被我碰到耶 因为我看完的话 你有看到我是不是 哦没有 那时候应该是快到六点 然后我就从电影院走出来 我就看到有人在排队 然后我朋友就说 哎为什么有人在排队 我就说我去看看这样子 然后我就看起来很像是要 插队的奥卡 可是我就只是想要看清楚 那个海报上面写什么字这样子 然后大家看到我就有种很防备的感觉 我就想说 我只是想过来看看这样子 然后看完之后我就想说 哦自己这样好早来排队哦 就是感觉很好玩什么的 有就是 因为他的表演真的太精彩了 然后这是他第一次来台湾 就已经票都卖广了 好棒哦 嗯 哇 天呐我现在就是很想要立刻 去看他的那些小短片 因为听起来真的太好玩了 嗯我再分享给你 好 其实今天要聊的主题也算是延续上一周我们聊到 我们平常看的东西有没有影响 或者是跟我们认识的彼此有没有相符的这个主题嘛 嗯 然后其实在听我们分享的过程中就会了解到说 书语平常看的可能是接触图片类型的媒体比较多 那我的话就是接触短影音比较多 但是如果真的是要就影音平台来分享的话 其实书语是看比较多YouTube的人 嗯 然后我自己个人 我以前也很爱看YouTube 但是TikTok出来之后 我的注意力就完全被短影音吸引 例如就是我为什么会这么着迷于Ginger Rue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那些超精彩小短片都让我觉得 这就是真的很厉害的短影音应该有的内容 就是短影音真的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子 只是15秒的超搞笑小短片 或者是一分钟的赶片 就是其实更多更多很多厉害的创作者 他们在TikTok上面所经营的内容 就是像Ginger Rue的一样 他们拍的是有头有尾 然后在短短的一分钟之内 就让你知道整个事情的全貌的这种影片 嗯 因为我很喜欢看短影音 所以我当然就推荐了TikTok这个平台给书语 那书语在一开始用的时候 就好像有一点不太理解对不对 嗯 那你那时候觉得不理解的原因有什么 我那时候不理解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完全没有 就是我是一张白纸的状态进入这个APP嘛 然后他就会开始推荐我一些就是很受欢迎的影片 可是他经常推给我都是一些唱歌 或是那种就是要不是跳那什么神曲舞蹈啊挑战啊 不然就是一些搞笑段子 可是虽然我很喜欢看POPPY讲的那种好笑影片 可是我自己没有那么喜欢看那种超短短音的搞笑段子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有一种好像我每次去看都是有一种 逼迫自己要去拓展新视野这样子 然后是直到你跟我说要花一点时间先训练他的演算法 我才认真的就是我可能会主动想说 啊我已经知道我喜欢某几个创作者 然后他们有经营TikTok 我就先去追踪他们 然后多按他们的影片赞 然后划个几轮之后 的确他他是一个学习力非常强大的APP 所以大概一个礼拜后吧 我就开始发现说他会推荐我我想看的东西 这个体感上面就跟YouTube差很多 因为YouTube就是很常会让你一直待在你的舒适圈 然后或者是一直推荐你早就看过的影片 对我觉得这是这几个月来吗 就是他们好容易把我明明就看过的影片当作 我没看过一样重新放在我的首页推荐上面 我觉得这会让我怀疑就是想说 诶请问YouTuber都跑光了吗 哦就是是不是没有新内容了 对我就想说诶可是不可能吧 我就是一直觉得说不可能没有人在创作内容吧 可是他就是很常会推荐给我 就是我已经看过的主题是不同的人讲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有点吊诡 就是我不太会想要去看十个人讲同一个主题 而是你应该要能够判断我 如果对这个议题有兴趣 有没有什么延伸的东西可以看 那我觉得TikTok他就真的有帮助我到 就是这个部分 对然后也因此我可能就认识了好几个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创作者这样子 对那你自己一开始用的时候 你有经历过这样子的阵痛期吗 我有可是很短 因为我知道他演算法就是需要被训练 然后因为我在很早之前是 第一次有这种要训练演算法的感觉是Pinterest 就是一开始在使用Pinterest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怎么样都 就是他都没有办法推荐到我想要的东西 他一开始会问你对什么有兴趣吗 然后身为一个贪心的女生一定是什么都选啊 哦旅游来一点 哦美甲来一点 哦衣服来一点 那个家居来一点 然后最后我的整页面就是超级混乱的 就是根本我看不到重点是什么 然后是后来你会自己用关键字去搜寻 然后还有建立自己的那个版面的时候 就是Pinterest的使用方式是 你看到喜欢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放一个别增起来 它就会收藏在某一个 专属于你自己设定的类别的页面里面 所以当你越做越多这种事情 他就会越推荐你相关的内容 可是其实最后真的镜头就跟YouTube一样 他就是推荐你一样的主题 然后不同的人做 哦对 我自己是觉得像Pinterest有一阵子 我可能会就是想要找偶像的照片 然后我就会搜寻那些偶像的名字嘛 但后来我就完全不这么做 是因为他其实就真的会像你讲 就是页面会很乱 就他一下推荐你就是明星美照 然后一下推荐你就是装潢 一下推荐你什么衣服这样 所以后来我去Pinterest 纯粹都是去找一些美感图 然后就是一些可以当背景的照片 或是漂亮衣服的穿搭 然后如果我真的要找明星照片 我可能就去IG 或者是我去Google 就是直接搜寻那个人的名字 就是我会发现 演算法因为很会学习 所以你不可以随便喂给他资讯 不然他就会开始给你大杂烩 嗯 对所以在TikTok那边 就是因为有之前跟Pinterest互动的经验 我马上在参加什么人机互动实验 就是反正就是因为有那样的经验 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TikTok上面 你就是要为他你喜欢的东西 你要告诉他你到底喜欢什么 让他去真的了解你的喜好 他才会推荐你真的有兴趣的内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你一旦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要马上划掉 因为他其实不只有按爱心 就包含你观看的时长 他都会纳入镜讨论这样子 嗯 对所以相对性来说的话 其实YouTube在演算法方面 真的就后来推荐的东西 都没有那么吸引我了 然后加上就是我觉得 可能YouTube演算法 还是他们的规定有一些改变 是不是 我记得在某一年的时候 他们有变说 他现在比较希望 做长影片的人留在平台上吗 好像 对我记得好几年前吧 他们的规定是说 所以他们会给影片比较长 好像长于10分钟 还是12分钟的影片 会比较好的引力标准之类的 对所以那时候就有非常多 这种长度的影片 然后现在因为是短影的关系 又有更多短的影片了 然后我觉得现在YouTube上面的内容 就是真的很两极化 要嘛就是超短 不然就是超长 嗯 一个多小时的那种 然后 我现在觉得长影片对我来说 比较失去吸引力的地方 就是我现在对于 大概片长15到20分钟的影片 都会有一点承诺危机出现 就是我会想说 我真的要花15到20分钟 去看这个主题吗 那要是我看到一半 我觉得不好看 我跳得出来吗 会不会觉得就是很可惜 我就是要把它看完 可是我如果把它看完 会不会很浪费我的时间 嗯嗯嗯 对然后就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之后 我现在在YouTube上面 比较常看的影片类型 都会变成大概一个小时 然后还是针对 某一个特定主题 做很详细的分析跟介绍 所以我有点把YouTube 当成我的知识吸收平台 嗯嗯 然后就是看很多那种 教学类型的影片 其实我现在觉得 YouTube它有一点podcast化 哦 就是虽然说 他们现在才要进攻podcast这一块嘛 可是其实 从可能一两年前开始 就有很多那种评论频道嘛 就是无论是针对 明星时事 或是社会议题 大家就是可能会做 40到一个小时的 就是可能有自己 查过资料 然后有自己反思的那种影片 其实老实说 他们也是拿很专业的麦克风 只是他们可能就是会有 比较复杂的setting 然后可能会化妆什么的 但基本上真的就是video podcast 嗯 然后我后来就觉得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 开始喜欢听podcast的关系 我也开始喜欢听这些 所谓的就是commentary频道 他们所录制的东西 然后之前我们有聊过说 开始对别人的生活 没有那么好奇 哎我们是这样 我们当时是讨论这件事情吗 就是不太想要再看vlog了 嗯嗯嗯 我就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其实也有经历到 如果我今天看到一个 二十几分钟的 就是什么 呃我一天的vlog 或是我一天吃什么 我就会突然想说 哎我真的不想按下去 虽然我可能搞不好看了 会很喜欢 可是我就会有一种 我真的要花20分钟 25分钟看一个人的 一天在做什么吗 然后我以前好像都不会有 这种感觉 我只要喜欢一个创作者 我可能就很愿意 投资我的时间 在了解你的生活 但我现在就不太会有 这样子的冲动了 嗯 你会你会 你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会对于那种 纯粹生活型的长影片 开始失去兴趣吗 因为其实生活型的影片 我现在多少还是会看 可是确实 整个影片的长度 最多最多 可能七分钟 我觉得是差不多 而且我那七分钟 还是用两倍速看完的 就是我觉得 呃开始吸收比较多短影音之后 对我在吸收内容的影响 还是有的 而且蛮大 就是我的注意力 真的比较短 嗯 然后我可以集中精神的内容 我也会希望是 在可能影片开始的 最久最久 一分钟内 你一定要跟我说 整个影片在干嘛 嗯 不然我就会觉得 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然后我要去找下一个影片 就是吸引我的内容了 那其他就是如果 大于15分钟的影片的话 我觉得 他还是要给我一点资讯 我才有办法看 就是譬如说 呃旅游影片 你不能只是 记录你的Vlog 而是你要跟我说 你在这个影片 你会跟我分享五个 台北必去的地点 嗯 这种主题 对 就好像主题对我来说 变得更重要了 比起以前我可以 漫无目的地在YouTube上面 然后随便看到 一个人 我觉得他的美感 我很有兴趣 我就想要看他的影片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 这些平台在行诉我们 吸收东西的方式嘛 因为像我觉得 以前我很容易就是 呃 看到一个人 他就说 花20分钟跟我一起化妆 我觉得很兴奋 然后我就可以花时间 看他 让他陪我这样 那你那时候 在选择他的时候 是因为 你本来就很喜欢他 还是是 你对于他 因为他们那个影片 可能都是他玩妆的样子 你对那个妆容 有兴趣之类的 其实我后来发现 觉得到多数都是 我很想听这个人讲话 所以你本来就认识那个人 对对对 嗯 因为其实老实说 你美妆 或是穿搭的影片 看久了之后 你其实都不太介意 他到底穿什么 或者他到底用什么化妆 因为反正 就是这些技发 或是商品 其实换来换去都差不多 主要都是一种 陪伴的感觉 嗯嗯 可是我觉得现在 当然这些影片 也可以陪伴我 但是我发现 我没有在寻找陪伴了 啊我懂 就是我在寻找 你可以告诉我 什么新东西 嗯 然后像TikTok的话 你更不可能 就是让一个三分钟影片 让你觉得 哦我被陪伴 而是说 哎你有没有什么 新的小点子 可以就是刺激 我的脑袋这样子 嗯 然后因为刚好 就是昨天 我看到了一个 我追踪蛮久的YouTuber 他就传了一个影片 然后他的标题 很重磅 而且说 Why I hate short content 然后因为他一直以来 都是创作很 长行的影片 要不是那种 呃 二三十分钟的vlog 不然就是什么 live update 然后就是会跟大家分享 说他最近跟男朋友 怎么样啊 小孩怎么样啊 然后他就分享了几个 他为什么认为 就是他一辈子都不会 下载TikTok的原因 然后他其中一个 就来讲说 这个 这算阴谋论吗 就是 因为他就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 从TikTok开始崛起之后 IG跟Facebook 然后还有YouTube 都开始推shorts 就是或者是 不管他们叫什么名字 反正就是端影音 嗯 或者是他们的 流量红利 都会给端影音 所以他就会开始去思考 说为什么 大家要我们看 这些东西 他就会去反思说 是不是因为 他们觉得 想要达成某一个目标 所以才让大家 开始上瘾什么的 然后因为 他的确是会上瘾的嘛 所以他就觉得说 这件事情 因为涉及到他 他认为的一些阴谋 所以他就觉得 他不想要参与其中 然后我觉得 其实 这件事情 我好像没有认真的去想过 但是如果你仔细深究的话 会觉得有点小可怕 我自己会觉得 其实虽然我现在 会用TikTok 吸收很多资讯 可是如果今天有人问我说 欸你有沒有推荐 什么吸收资讯的好方法 我并不会介绍TikTok给他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个 太因人而异了 就是 嗯 TikTok因为他持续会给你 很快速可以得到刺激的 想法或是内容嘛 可是 也是因为他的演算法 我知道 你只要稍微出错 就是你开始为他 你可能 没有那么想要得到的资讯 或者是 你开始为他那种 非常单纯 获得刺激的资讯 他就会疯狂推那个东西给你 嗯 这样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 你在使用这个软体的时候 你是有一点 无意识的情况下 在使用的话 他很容易侵蚀你的整个思想 嗯 所以 如果今天真的有人要问我说 你有没有什么吸收资讯的 好方法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很八股的说 哦 看书 嗯 对 就是至少你在看书的时候 你也会因为像刚刚 在讲 就是中型影片对我来说 会造成有点承诺危机的情况 就是 你在看书的时候 我到现在还是会这样子 就有点被制约的地方 就是 我会觉得我看了 我就要把它看完 所以在选择书上的 整个主题上面 我会比较谨慎 哦 而且因为 就是我们有讲到说 不同的平台 或是不同媒介 它都有不同的创作规则 就可能大家喜欢的样子 是不一样的 然后之前 我们在单子里面 雨杰就有分享过 我曾经跟她抱怨 就是 在TikTok上面 你会看到很多影片 如果她不是纯粹好笑的话 她通常都会先讲一个 很重磅的句子 来吸引你听她说话嘛 例如说 假如说讲看书好了 她可能会说 这五本书 看完改变你人生 或是 这两件事做的会 就是什么 hack your brain之类的 然后 就是会让你想说 什么东西我一定要听听看 可是 听完之后 的确还可能给你一些 好建议 或是好书推荐 可是你 假如说看了 20支影片 大家的开头都差不多 你就会觉得 讲话为什么要这么浮夸 就一方面 好你先说 你先说 从一个平常讲到很浮夸的人 说出这句话 我觉得好没有说服力哦 这怎么办 没关系你继续 就是我真的是常常会 被浮夸的言语吸引 然后同时又觉得 你为什么要那么浮夸 所以是因为她太浮夸 但是本来 她实质分享的东西 并没有达到那个期望 让你就很生气 对我会觉得 为什么要这样子 言不服食 那你要不要先解释一下 你一张 言不服食的时候 心里在想什么 我现在真的是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伪君子 但是 因为之前就是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雨洁就有讲说 可是如果她不这样讲的话 她如果平铺直续的讲 搞不好十秒钟 之后我就滑掉了 对 所以有点像是我先让你进来 反正你听完 你不开心就不开心 可是你至少听完了 哦你说以创作者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个方式是吗 对对对 搞不好你听完就觉得有收获 就是因为 呃有点像是媒体曝光嘛 有流量就是好流量 对 对那 我其实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如果你觉得 你有好东西 想要分享给大家的话 你应该会觉得说 不管大家喜不喜欢 先让他们听到再说 但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 有可能会导致 是我自己的大胆猜测 就是因为你必须要讲 很重磅的东西 导致你说话会变得很极端 就我觉得 呃浮夸倒不是 我自己真的担心的事情 而是非常的极端化 就是例如说 呃假如说我们前阵子有提到 很多人都会说 你要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 相信自己是很幸运的 那这个 在TikTok的世界 大家就会说 这是幸运女孩症候群 但是另外一方面 有一群人 他们就想要去反驳这个思想 所以他们的影片开头都会讲说 这些人 他们很toxic之类的 就是他们的重磅 就是讲说 这些人很邪恶 另外一方面的人都会讲说 做这两件事情 就会成为全世界最幸运的人 我想说天啊 大家可不可以 就是中间指标 就是互相把对方 讲得很像恐怖的人这样子 我昨天才看到一个影片 然后我就想说 真的是为了做影片 你一开始的标题都要下得 好像真的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 就是我之前有在会员的 电子堡里面介绍过 有个歌手叫Sabrina Carpenter 然后他很有趣的一点是 他有一首歌叫 Nonsense 然后他在现场表演的时候 最后这首歌的outro 他都会依据现场的环境 去做freestyle 这个创作者就是分享说 Sabrina Carpenter 他在最近一次上 BBC One Radio的表演的时候 他最后的outro 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安排 是因为他人在英国 他是美国人 反正就最后有一点小幽默 是说 英国人讲 Isn't it都会说成in it 这样子 然后去做整首歌的结尾 他只是要说这件事情而已 但他前面开头说 Sabrina Carpenter 最近在英国 有一件非常有争议的事情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 非常的两极 然后后面再讲这件事情 然后他讲完之后 我就想说 我不觉得这件事情 会造成两极化的回应 所以我就去BBC的那个影片下面 想说我要找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他说会造成两极化 或是有争议性 是因为BBC One Radio 在一开始上传这段影片的时候 把他的outro剪掉了 所以他就想说 是发生什么事情 他可能只是要跟大家说 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他们要剪掉之类的 结果我去看了一下留言 留言全部人都说 这个超好笑 到底为什么要剪掉 就是请BBC上传完整的版本 什么之类的 就没有人觉得被冒犯到 或是没有人两极 因为全部的人都在说 请你上传 我真的就觉得 有时候为了要创作 就可能是特定创作的领域 就会变成是 你必须要去无重生 有一些事件 其实是真的在 短影音的形式里面 很常发生这样子的叙述方式 所以他就变成 不只是发言两极化 而是他会去疯狂的捕风捉影 然后抓别人的小辫子 然后以就是抓到一点小辫子 这个跟上一个创作者 讲的东西有稍微 大概0.1%的不同 我就可以拍个新影片 而且就是因为 我现在比较常在看TikTok 我就会发现 同一个创作者 如果我觉得他的内容不错 我就会订阅他嘛 可是当你订阅中 你就会发现那个 爱心的数量是 很极度的落差 有时候我会看到 他的影片是75个爱心 然后下一个影片是 75.4颗爱心 就是按赞的那个 对75.4K颗爱心 然后我想说 为什么前后差那么多 然后甚至可能会有创作者 就发一系列的影片 然后说他现在正在一个 叫做TikTok jail 就是你不管发什么影片 都没有人按赞 或是你的订阅者 都看不到这样子 我就想到了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那个YouTube创作者 他提出了很多点嘛 然后他说其中一个点 我自己蛮同意的 就是很多时候 你的影片可能 就会在短时间内 就是窜红爆红 可是爆红之后 很少人会真的记得你是谁 就可能也是要取决于你的 就是创作内容 如果你是音乐人的话 可能真的会让人 就注意到你的音乐 但是有些人 他可能是 针对一个hot take 然后他这个hot take 大家就觉得说 哇你讲的太好了 然后就疯传 可是传完之后 大家都会讲说 就是oh this girl on TikTok this boy on TikTok 就是大家就会讲说 诶这个人 可是大家都不记得是谁 或是你手滑 滑掉之后就说 诶我刚找不到 我要找的那个人 这样子 我就觉得这个是TikTok 让创作者 可能会很可惜的地方 我自己会觉得 就是这跟我在用TikTok的时候 嗯 或者是在用YouTube的时候 其实是一样 就是他真的是 形塑了我在吸收资讯的时候 我很在意主题跟内容是什么 相较于到底是谁跟我讲 嗯 诶就变成是如果 呃以创作者来说 他可能会觉得 我希望你认识我是谁 对 但是吸收的人会觉得 可是我只是在意你想说什么 对而且这个比较特别是 因为在TikTok上面 我会觉得它是一个 娱乐性质的媒体 那在YouTube上面 我去吸收资讯的时候 我通常会找的是 知识的东西 所以我反而会变得很在意 就是我要知道 跟我分享这个人 他是不是那个领域的权威 嗯 可是在TikTok上面 我就会觉得 哦 反正你说你是这样想 我也想听听看 哦 对 嗯 我就觉得这个很神奇 是因为YouTube频道 通常如果你喜欢他的影片 你就会想要去订阅他 然后把他其他影片 都看过一遍 然后通常 可能会在他们得到很多粉丝之后 就会做比较多陪伴型的 或是纯粹分享我的什么 国中大小事这样子 然后就是让大家更了解你 然后变成更铁的粉丝 可是在TikTok 你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 当然是还是OK啦 但是就 你没有办法确保 真的追踪你的人 他们会按照脉络 把你的东西看过一遍 我觉得应该很少 嗯 因为第一个是 TikTok的影片 就是 如果你是走分享生活类型的话 其实 就是随手拍嘛 所以你一天可能可以拍个十到二十支 都有可能 那你没有办法去预期追踪你的人 他每天都有时间 把你这十到二十支的影片看完 嗯 或者是如果你十到二十支的影片内容 是相似的话 那你怎么能够确定你的受众 就是他会一直愿意看你 这个相似的影片 嗯 就变成是 因为刚好那个YouTuber 他自己本身是创作者嘛 所以他说他很在意的就是 他跟他的受众之间 有没有十支的连结 嗯 那我就觉得 以他的角度来说 他会不喜欢短音 其实还蛮合理的 嗯 但是我其实也有看过很多就是 我追踪很久的 可能是IG KOL 或者是YouTuber 他们做短音 有点像是开发他们另外一个部分嘛 因为像有些人他做YouTube就是比较严肃 但是他做TikTok 他可能就可以跳舞什么的 嗯 其实蛮可爱的 就是让他们去开发另外一个 大家没有看过的面向 我觉得是 而且就有点像是你 以前在看一个YouTuber 然后你很喜欢他的内容 你开始对他这个人产生兴趣 你的下一步一定是去找他的Instagram嘛 因为你想看他的生活是怎么样 嗯 所以现在就是多了一个平台是TikTok Instagram上面以分享照片为主 所以你可以透过照片去认识这个人 那TikTok上面是影片为主 而且是可能最一开始就是搭配音乐跳舞 或者是拍一些搞笑小短片 所以这个部分你又可以知道 他的一些隐藏的才能 或者是他的幽默感 嗯 而且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个这么极端的影片嘛 就是Why I hate short content 我就会再反过来去想说 诶那为什么就是会有这么极端的事情发生 那的确我对于TikTok有 就是一些不满的地方 但实际上我也是蛮喜欢用的 我最近最不爽的地方 可能就只有在于 就是我有跟雨洁抱怨过 就是我不喜欢他一直逼我滑他 嗯 因为像如果大家有用过TikTok的话 他是他的那个短影音播完 他不会往下一个播 就他会叫你要手去滑他 可是因为我觉得就是 当你手要一直滑的时候 你的眼睛就必须一直在荧幕上面 嗯 但是我是那种podcast听习惯 我就喜欢手机锁起来 然后让他一直播下去 他不喜欢我就按掉就好 所以我就会觉得 他会让我好像试图的要离不开他 嗯 这件事情我很有意见 但我又觉得 反正我自己爱用又爱闲 真是欠扁这样 然后另外一点是 其实我发现TikTok就是很适合推荐书 嗯 因为这个跟我自己的习惯有关系 就是当别人推荐我戏剧或是书的时候 我不太喜欢他讲太多 哦 OK 因为我刚刚就是在想 如果是推荐书的话 我好像还是比较习惯用YouTube 去找就是推荐书的内容 因为我会想要先知道 这本书在讲什么 还有他可能从中获得了什么 我跟你讲 这个真的就是两种不同的习惯 因为我有时候会去YouTube找 就某一本书的看书心得 但都是在我看完那本书之后 哦 但因为你会在看完的时候 想要知道别人的想法是什么 嗯 或者是像YouTube有一些很酷的 就是那种 Reading with me 他可能会用30分钟的影片 然后告诉你说 他这个 这一个礼拜跟这本小说 一起阅读的过程 他可能读到30页的时候跟你分享 然后250页的时候 再跟你分享一次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的话 我也是喜欢在我看完之后 在看他们的这个 有点像是Vlog的阅读记录 但如果我真的是想要 被推荐书的话 我超喜欢TikTok 因为他就是没有什么时间 然后所以他们可能要推荐书 像我很喜欢的一个书店 他在推荐书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问 他的那个店员们说 哎 有没有什么书是让你读完之后 觉得惊为天人 然后每个人就可能 只能用五句话去讲 他们就会讲说 这本书是设定在什么时代 他一定会让你惊艳万分 就是他不会讲太多 但他会讲必要的元素 那我觉得对于一个很怕被爆雷 我是很怕 别人提前帮你体验完东西的人 我觉得TikTok是很棒的一个地方 这一点我同意在于 推荐音乐跟电影的时候 对我来说 我也是属于 这音乐这个不用讲 就是很少人会拍 推荐音乐 然后拍一个长影音 去推荐音乐 因为可能一首歌也才三分钟 对 但 也不一定哦 因为还有那种reaction影片 对音乐的reaction影片 那个也是蛮好看的 但 那个也蛮长的 对 好这撇除不讲 就是讲 讲戏剧跟电影好了 对我来说一样的地方是 因为戏剧跟电影 我也是不喜欢被爆雷的 而且 像电影的话 我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的 一个小习惯 就是我去看电影前 我会尽量不要去看 预告片 嗯 就是我会 看了这个电影的主题 然后跟那个 演的人是谁 然后我就会想说 那我要直接去电影院看 对 所以 这种类型的 短音音推荐电影 对我来说就很受用 因为他讲的会是一个氛围 对 就是他会说 如果你今天 自己一个人 然后心情不好 你想要看一些影片 让你心情变好的话 有这些电影你可以去看 但他不会跟你说 这些电影在讲什么 对 所以我那天就是看完一个 讨厌短音音的人分享之后 我就发现 其实我对短音音 还是充满责爱的 我真的觉得 是很 就是 我觉得我们幸运 是幸运在于 现在这个时代 有这么多平台 这么多不同的 类型的媒体 可以让我们去选择 我们要 用什么样的媒体 去接触我们喜欢的内容 所以 大家应该就是 可以多方接触 然后 在找 就是接触 自己喜欢的内容的同时 又可以找到 接触这个内容 让你觉得最舒服的方式 这是我觉得 我们非常幸运的地方 不过相对危险 就是在于 像刚刚提到短音音 真的是因为 他在短时间内 就要吸引你的注意力 还有他很容易会拍很多 只是单纯为了 刺激感官的 影音内容 那 这个东西是真的可怕 就是如果你太常吸收的话 你的 整个思考会顿掉 就是会让你 长久下来 可能会 失去很多判断能力吗 我不知道啦 就是我自己觉得 这是要很小心的 因为不是很多人都在讲说 如果是讲广义的 就会讲说 如果太常使用社群软体 会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 那也有很多人讲说 短音音 尤其会影响身心健康 那 他们说的原因可能是 就当然有白白这种原因 但是其中一个就是 因为你太常受到刺激 可是我们的大脑 其实没有这么习惯 一直被刺激 所以当你 就有点像是 从一个极乐世界 回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现实生活中 没有每三秒 就一个好玩的事情 就有点像独隐啊 对 所以我觉得他也有可能 可以解释就是 为什么很多人 很喜欢短音音的同时 会对生活失去动力 因为现实生活中 说真的很难 你的家人 每三秒钟就惊艳你一次 或是你知道 每一个小时 都有一件好玩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就是让我自己 会想要跟短音音 应该是说跟社群平台 努力保持距离 其实也是因为 我要确保 我真实生活中的 生活品质是好的 就算我真的觉得 其实影音平台 他很好玩 或是很多时候 我们的主题 也是从短音音来的 因为他的演算法 就是会常常推荐你 跟你同温层的人 他们在想些什么 那可能他们想的事情 会让你突然觉得 我怎么没想过 然后他会刺激你 但是如果真的太常 受到这种刺激的时候 你真的会 很常会一直觉得 为什么好像 好玩的东西 已经不够多了 或是一直在 找寻新的频道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蛮让人焦虑的 我觉得长跟短 都有他的 长处所在 但是就像我们自己 吸收的习惯 不太一样嘛 就例如说 我推荐书 我喜欢看短的 那推荐书 你可能觉得 长一点的更好 我觉得是要先 确定你自己的喜好 在哪里 然后去喂养 你的演算法 而不要让演算法 去喂养你这个人 所以其实 接触了这么多之后 我现在的一个结论 就是在于 我觉得 还好我年轻的时候 没有这些东西 就是还好 我还在发展的时候 这些东西 还没有那么蓬勃 就是我的注意力 并没有被那么分散 不然其实我觉得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 还在发展的人类的话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真的很危险 真的 但我最后要分享一个 就非常非常好笑的事情 就是因为很多人 不是都讲说 很多小朋友 他们可能是一出生 就有智慧型手机 因为像我们的话是 我们国中还在用这种 还要算字数的那种手机嘛 所以我们算是 卡在中间的人 但如果你是一生下来 就有智慧型手机 像我的那个小侄女 她是还不到两岁 她已经会做 滑手机的动作 虽然手上没有手机 那这些人 他们要面对到的挑战 就是他们 很早就成为低头族 你刚刚讲那件事情 我吓到耶 你知道婴儿吗 但是她有在用手机吗 还是她只是模仿 大人的动作 她模仿大人的动作 天哪 所以她就会模仿说 你们都在滑手机这样子吗 就是因为带她的人 可能就是滑手机的姿势 她常常看到嘛 所以当她看到一个 长相手机的东西的时候 她就会跟着阿嬷 或是跟着妈妈爸爸 做一样的动作 然后当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会觉得 你怎么那么聪明 但是看完之后 我就跟我妈说 下次我们去的时候 要多带一些娃娃 跟她玩 就是因为 其实小孩子就是 一直在模仿 你做的所有动作 然后我觉得先不讲 什么就是影音平台 怎么影响我们 我觉得身体来说 低头这件事情 就是会对身体 造成很大的负担嘛 因为我为什么 刚刚说这件事情很好笑 是因为这段话 听起来实在太老人了 可是因为我现在又在想说 因为每次大家提到 低头组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说 可是我们小时候 就算没有手机 我也一直在低头啊 我看书也在低头啊 是欸 嗯 我以前就想过这件事情啦 还是说 玩手机会让我们 就是低头的频率 比我们想象中的多更多 应该是啦 就是一定有影响 然后确实 我们现在被制约在于 你没事的时候 就是想要滑手机 啊我刚刚突然想到 就是它会影响我们的部分 应该是在于通情 嗯 因为以前我们在车上 如果没有手机的话 有些人他不一定会带书 他可能就是听那个 你知道就是随身听 或是看窗外发呆 或是你搭车要去哪里玩 就坐在计程式上面 你也不太可能一直低头 看自己的大腿这样子 但是我就在想到说 最近很多人都在讲 你如果不想要有那个 富贵包 或是颈椎痛 或是双下巴的话 就是尽量不要低头嘛 然后我就觉得 大家可以去用这些事情 来激励自己 因为我觉得没有人 想要肩颈酸痛跟富贵包 然后还有双下巴 不是你刚刚讲说不要低头 我只有想到 不要低头皇冠会掉 可以把自己当公主 但是我们就是以身形来说 不要低头真的是 比较好看吗 是吗 因为其实像有时候 我会在那个捷运上面 回忆大家现实动态啊 或者是就是处理一些 我们午后女子会发文的东西嘛 为什么我会特别讲午后女子会 是因为如果是我自己发现动的话 可能三秒钟就结束了 就发个废文什么的 可是因为午后女子会的东西 我有时候会想要就是 安排一下 然后真的有时候回神过来 发现 我刚刚已经低头十分钟了 然后我现在就是会特别想说 不行不行不行 就是不能有那个富贵包跟双下巴 然后我就想说 好我要正经为座 你真的是很自律的人耶 就是你会 有想要改变的地方 的话你就会去做 应该是说 因为这件事情是 你只要决定做了 就一定会有成效 那你现在有看到成效了吗 我也不知道耶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在防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嗯 就是当然是说我有时候也是会有双下巴 但是我觉得我主要是肩颈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有在运动的话 你就会知道平常生活的姿势 是比你在运动时候的姿势重要一千万倍 嗯 因为你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家里啊 或是在外面走动 所以我觉得我是在为了运动的我着想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大家也可以当做一个 你知道帮自己加油的方式 因为其实社群软体它的好太大了 就是你很难去说 这个会影响我身心健康 所以我不要多用 我觉得这个理由太薄弱了 但是身体这件事情 如果你超过25岁 通常它的引力就很大 嗯 对所以就提供给大家一个很老人的方法 抬头挺胸 对 在头上放鼠啊 对类似这样子的感觉 嗯 如果你有在健身的话 我相信这件事情你一定会非常介意 嗯 对 没有然后所以就会有人发明是那种 戴在头上 然后手机可以直立放在前面 不要低头的装置 哦 其实我觉得家里应该会有那种 就是你可以直接向麦克风架 嗯 然后架在那边 应该现在早就有这种东西了啦 只是我家还没买而已 所以其实 你并不能怪滑手机这件事情造成你低头啊 因为还是有很多其他方式 可以让你不要低头滑手机 那好 我最后再问一题 就如果今天有人送你一个 就是类似像麦克风架的那个架子 嗯 你会想要架着它滑吗 我们家有啊 那你有在用它吗 就是吃饭的时候会 哦 当你要解放双手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 拿手机走来走去 真的是手机最厉害的地方嘛 就是你不管在哪里都可以滑 嗯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他没有用那个架子 可能就是因为 你可能一下想要这样做 一下想那样做 一下想走到这边走到那边 对所以 好啦结论就是大家不要一直滑手机啦 对 怎么办 我也没有被这个建议说服欸 我可能还是会继续 但就是我觉得今天的节目 也不是说要给大家一个建议 是说你一定要用这个或用那个 但我觉得我们前面 其实已经花很多时间 就是我们好几季之前 就已经有讨论过 其实端音音有他信任的地方 嗯 就是不用污名化他 但同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去 呃拍影片 或是一定要去成为TikTok的粉丝 嗯 我觉得主要是 大家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再说这样 对啊 就是真的是因为现在选择太多 然后在你还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这些选择给影响 嗯 可是我就在想说 就包含我现在在滑TikTok 其实我都会被自己 就是我都会不断提醒自己说 因为我又很爱看那种 Hot Take类型的影片嘛 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的发言 是比较有争议性的 我都会一直要提醒自己说 这些东西只是我看到的冰山一角而已 嗯 就是这个议题可能非常的大 有一千个创作者在讲 那我看到这个我要记得 他只是千分之一的意见 不要把它当作这个议题的全部的意见 这样子 嗯 对就是真的有很多是 可能你在看的时候会 觉得好像是无意识的在滑 但你要一直不断提醒自己 不要相信你在上面看到一切 嗯 就其实不管哪一种类型的影片都是啦 就只要是 被别人创作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都要不断提醒自己 对 嗯 所以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之后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你自己喜不喜欢划断影音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都划些什么样子的内容 嗯 或是你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你自己最喜欢的创作者这样子 因为其实像YouTube影片 我现在还是很喜欢看 所以如果你对于 强的影音 然后是 最近你新发现的 生活类型的YouTuber啊 或是知识类型的YouTuber 你有想要推荐的 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对 那我们的社群平台呢 大家可以搜寻午后女子会 或是Afternoon Girls Club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如果想针对特定时间段 做特定留言的话 也欢迎到Mixerbox 搜寻午后女子会 想要投稿给我们 让我们在节目上 回应你的故事的话 可以到我们IG bio连结里面的 来信表单做投稿 喜欢这集节目的话 也欢迎到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 好 嗯 好 好 感谢观看